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羽出身于武将世家 祖上是楚国大将项雁 他遗传了上祖上的良好基因 不但身体高大 而且力大无比 能举巨顶 他不但文武双全 而且还熟悉兵法之道 项羽的一生主要经历了巨鹿 鹏城 该下三大战役 前两战体现了项羽卓越的军事天才和英勇气概 而该下一战则造就了千古悲情的西楚霸王 巨鹿之战 项羽杀掉主将宋义 率五万亿军度和旧照 破釜沉舟 烧掉营美 久战久胜 大败秦军三十余万 一举扭转天下举世 从此 天下诸侯无不为他侍从 为他侍敦 而在鹏城之战中 刘邦借项羽杀主持最名帅五十六万联军功战处都鹏城 温训后 项羽又一次展现了他他的军事天才 他亲 帅三万精兵回救鹏城 结果出其不易的 斩杀汉朝二十多万人 刘邦也是侥幸才得以逃脱 而缺乏战略和政治头脑的项羽 在楚汉争霸中没能抓住机会 后同意和刘邦合意 化戒鸿沟 当项羽一约东归时 刘邦越过鸿沟 邀韩信 彭越共四十万大军和为项羽该家 结果 项羽被韩信的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打败 最终乌将自吻 留下千古汉室 虎将二 英雄少年获取病 获取病的出身并不光彩 他属于私生儿 他的母亲是魏清的姐姐魏少儿 后来 依靠魏少儿的妹妹魏子夫的裙带关系 他受到汉武帝的重用 成为继卫星之后蒸伐匈奴的格力战将 公元前一百二十三年 十七岁时 不去并随卫星第一次出征匈奴 结果 他率八百骑兵甩胎大部队数百里巡奸匈奴 奸抵两千余人人 结果获取病被封为冠军侯 两年后十九岁的获取病帅 一万骑兵出农西 在越过燕之山一千多里后 同兄 奴兵短兵相接 沙尘兰王 斩卢狐狐王 覆灭金甲 活捉魂邪王的儿子和相国 多位 歼灭敌人八千九百六十人 缴获修徒王的祭天佛像 同年 获取病 则率军向前伸入 越过居炎则 到达祁连山 俘获囚徒王 投降着两千五百人 斩杀三万零二百人 匈奴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来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处不反戏 使我燕之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春 或许并率不出赛 翻过祁连山 穿越大漠北近两千余地 俘获匈奴头王 韩王等三人 将军 相国 都位等八十三人 兼敌七万余人 从此 匈奴无力还击远走西方 然而 天际英才 两年后 年仅二十三岁的获取病 不幸英年早逝 成为悲叹者 虎将三 定海神真使万岁 使万岁是随朝 开国四大名将之一 他从小就好读兵书 并且习武练剑 十五岁时时 万岁就随父参加北周八戒之战 两军将战于盲山 使万岁观察 周围行事后 命部队马上撤退 随后 周军果然大败 有了未卜先知的名声 杨坚称帝不久 大将军尔诸军 谋反被杀 他受千年被发配至敦煌为宿主 开煌三年 秦州总管斗荣令姬突厥 他致原文自告奋勇 当时 双方绝对一战定胜负 突厥派了个猛将上来挑战 使万岁一出马便持斩 其手而还 突厥军大惊 不敢再战而退 于是受上一同 兼狙计将军 后来使万岁又参加了灭臣之战 随朝统一天下以后 江南很多豪族造反 开煌十年 使万岁带领两千兵马 从浙江金华一带进击 转战千里 经历大小七百多战 击破叛军无数 开煌二十年 突厥达头克汗范景 使万岁和汉王娘量从马一出击 与突厥军遭遇于大金山 打头克汗之刀是使万岁带兵后 慌忙领兵撤退 使万岁带领一队骑兵追击俗号百里 大破敌军 斩获数千 使万岁个人能力出众 但性格却果太耿直 得 对了朝中重臣阳素 后来 使万岁还不知去了给将士请功 结果他的言辞激烈 冲撞了阳间 阳间一怒之下 直接将使万岁暴杀于朝堂 则一个残了得 虎将寺 白衣神剑薛仁贵 薛仁贵自幼贫寒 其文练武 尤其是善于其胜 公元六百四十四年 薛仁贵参加了张氏贵的部队 张氏贵步行至安地时 郎将刘军印为当地武装所为 薛仁贵文训后 单枪匹马前往营救 机人敌将 戏骑头于马鞍 降服于众 救军印回营 第一次出手就涌过三军 一年后 唐军征伐不安分的高丽 薛仁贵穿上与众不同的白衣白甲 手持方天脊 腰跨两张宫装库 大呼陷阵 高丽将士纷纷倒伏 杀开一条血路 唐军随之寄进 高丽军被打得大败 这一仗看得李世民喜到 不喜得辽东 喜得虎将 公元六百六十一年 以前的回歌首领普润子 继位的比速转而与唐为敌 薛仁贵率兵赶赴天山 回歌 九姓庸众十余万相聚 并令萧勇其是数十人前来挑战 先选数十萧齐挑战 他张公连发三剑 射杀三人将 其余人射于神威全都请将 薛仁贵成是徽军掩杀 九姓回歌大败 所将全部坑杀 接着薛仁贵又越过气北追击万丈 秦旗首领兄弟三人 薛仁贵作战勇猛 并且善用骑兵 屡败北方各族 入选古代最牛猛将 自然也不出意料 虎将武 常胜将军常玉春 常玉春是明朝开国六王之一 战功仅次于徐党 公元1355年 参加起义军 随中文章渡长江 取太平 破极庆等地 美战必先 屡立战功 在1356年2月 踩石机大战中 原兵首将蛮子海牙借地力击退义军的数次冲击 这时常玉春成一艘小船 左手持盾 右手辉歌冒着乱箭直冲而上 刺死手机头目老兴不落 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这时 义军一拥而上击溃蛮子海牙部 这一战过后 这一战过后 常玉春名声大阵 军中 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 公元1357年 攻宁国 身中流史 果商在战 此后 连克宁国 池州 雾州等城 随朱元张军救援安丰的刘富通 到达时 李珍已杀死刘富通 率兵聚首 朱元张左右军都战败 常玉春横击齐阵 三战三胜 俘获兵士马匹无数 1363年秋 朱元张在鄱阳湖与陈有亮进行大决战 常玉春一箭射商张定边 然后 又用自己的船重击朱元张的坐船 使其脱离浅滩 成为全间陈有亮的第一功臣 1367年 北伐期间 常玉春单起冲入敌阵 一箭射死起前锋大将 在落水之北击溃援军五万 使称塔尔湾大解 后代援军反扑大兜 常玉春又回旧大多 向北追击敌军迁渝里 解除援军民对北平的威胁 随后 年仅四十岁的常玉春 并是于凯旋而归的途中 成为可惜也 五虎将 除了薛仁贵外 其他四将都属于英年早市的 虎将的结局如此悲亏 当真 印证了这样一句话 十四个字 出师墨结身险死 尝试英雄类满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